国想统 下面我们再到日本的美国空军基地去看一下 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 隶属于冲绳美军普天尖机场的一架新型运输机 鱼鹰上周在飞行中掉落了水壶 美国陆战队受访时证实 是从新型运输机鱼鹰式倾斜悬翼机掉下的 并发出声明表示 会努力不再让同样的事发生 由于鱼鹰自开发阶段就事故不断 冲绳线一向反对在该线部署这款飞机 日本政府内部也担心这件事 可能使冲绳方面的态度更加强硬 美军陆战队的鱼鹰机上个月在美国本土起飞后 也曾掉下装油洗碟液的容器 砸毁汽车整备厂的屋顶